好 现在过年就快要到了 其实家的公股银行 在今天是开放了民众去换新钞 不过今年换钞其实是要采取十连制 也就是要写下姓名电话还有日期 但是啊 这个到零贵去换钞的人潮 就比往年来的少了 银行就预估这可能改到ATM兑换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也会监督这钞票的数量够不够 民众戴着口罩按照指示贴纸依序排队 开放换钞的第一天 银行也加开五个柜台分散人流 但今年人潮确实因为疫情影响而变少了 预期因为疫情的缘故呢 这一个或许这一个零贵的兑换 会稍微不像去年那么的多 那在这一个也许ATM会增加 在纸上写下姓名电话以及换钞日期 银行要拉高防疫规格 今年的换钞流程也大更新 改采十连制 银行流程的资料会保存28天 而且排队时也必须维持兼具 排队大概五分钟左右 大概都差不多时间 就是要先写条子 就是多了写姓名电话跟时间 多了实名字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 有量体温有酒精消毒 疫情影响不少民众也会到ATM这边来换新钞 而银行内部他们的监控系统也会再强化 随时确保新钞数量真的够用 就怕钞票数量不够换 银行今年也准备了5700多亿的新钞提供对领 从5号开始一连五天 民众可以到七家公股银行和邮局 一共454个营业据点换新钞 但不急的民众或许可以换个几天再换 五天的换钞时间是前三天人潮是会比较多的 那第四天跟第五天人潮会逐渐减降 我们是有钞不够的时候就会去补钞的啦 那尤其是过年期间是维持是95%的运作 不能间断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监控 不管是到零柜还是到ATM 民众只要遵守防疫规范 还是能够拿到新钞过好年 东四台新闻学校竹张博祥台北采访报道 让我们 anticipated этотLet Dia月亮 接着还有一体吉他凡费川 最后一体做好了 往这边贫匀